《習近平》 澤連斯基在當選總統之前 曾經主演過一部在烏克蘭頗受歡迎的連續劇《人民公伏》 在其中 澤連斯基扮演一位平凡的中學歷史教師 因為針對時弊而走紅網絡 隨後意外被推選為烏克蘭總統 如今時勢再做英雄 俄羅斯的入侵令澤連斯基成為全球觸目的焦點人物 而他曾經主演的人民公伏 也在播放七年之後爆紅全球 該劇的發行公司Echo Wright表示 過去幾天來 人民公伏的銷量急劇增加 各國的播出平台都在增相購買版權 從視頻和視頻公伏 喜劇《人民公伏》自2015年起 在烏克蘭連續播三季 由於澤連斯基在劇中塑造的草根總統形象深入民心 他也假起真造 2018年成立人民公伏黨 2019年 澤連斯基以百分之七十的得票率 順利當選烏克蘭總統